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 生命存在了大约35亿年 生命在这个星球上不断演化 经历了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转变 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 这个演化过程有时是逐步渐进的 有助于物种的适应和多样化 但在某些时期 地球上发生了一些突然而毁灭性的变化 导致了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 这些事件被称为生物大灭绝事件 地球历史上总共发生了5次 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大灭绝事件 以及它们对地球生命演化的影响 第一次大灭绝发生在大约4.4亿年前 在奥陶级末期和滞留级初期之间 奥陶级 这是一个充满了海洋生命的时期 地球上的生命主要是海洋的无脊椎动物 其中包括珊瑚 三叶虫 万族动物 彼时以及那些以绿石为生的浮游生物等 多样的生物在广袤的海洋中繁衍生息 它们构成了当时海洋生态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次大灭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冰川期的发生 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 冰川覆盖的扩张 减少了海洋的生存空间 迫使海洋生物适应新的环境 与此同时 冰川期带来的气候变化 也剧烈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 导致了海洋中的生态平衡被打破 许多生物无法生存 除了冰川期 地球运动可能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释放出大量的火山气体和灰尘 对大气和海洋产生了有害影响 这些火山气体包括二氧化硫 它们可以在大气中形成硫酸气溶胶 致使全球气候变化 另外缺氧 小行星撞击或加码蛇线爆冲击 也有可能是灭绝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大灭绝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虽然难以确定每个因素对事件的贡献程度 但它们共同导致了大约85%已知物种 在这次事件中的灭绝 万族动物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影响 无关节万族动物未能恢复其灭绝前的水平 而三叶虫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第二次大灭绝发生在大约3.6亿年前 正值晚一盆击 这一时期陆地上的动植物种类变得丰富 进化出根 种子的蕨类植物和螺子植物 如银杏开始在陆地上繁盛 形成了更加复杂的陆地植被 一些早期昆虫 比如蜻蜓 也开始在陆地上首次亮相 与此同时 原始的爬行动物也逐渐涌现 它们是首批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四足脊椎动物 具备了防水皮肤和缠卵的能力 这使它们得以远离水源在陆地上繁衍生息 在海洋方面 泥盆纪晚期见证了鱼类的繁荣 鱼类在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后蓬勃发展 成为海洋的主导 其中属于庄甲顿皮鱼的邓氏鱼 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物种 晚泥盆时的生物大灭绝 包含多个阶段 其中凯尔瓦瑟危机最为严重 这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主要影响了海洋生物 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珊瑚礁系统遭受了特别严重的破坏 珊瑚和一些无脊椎动物 如无河鱼 万族动物和三叶虫 在这一阶段中经历了重大的物种损失 另一次大规模灭绝 被称为汉根堡危机或泥盆级末期灭绝 它发生在凯尔瓦瑟危机之后 约1300万年 这次灭绝消灭了庄甲顿皮鱼 并几乎导致了新进化的菊石类鱼类的灭绝 与第一次大灭绝事件不同 第二次大灭绝似乎持续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 大约2000万年 而且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毁灭性事件 在这漫长的时间段内 可能发生了多个阶段的生物灭绝 每一次都对地球上的生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种渐进的大灭绝事件 可能是由气候变化 地质事件和其他多种因素 相互交织而成 第二次大灭绝事件 是地球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据目前的估算 大约有75%的已知物种 在这一事件中灭绝了 第三次大灭绝 发生在大约2.5亿年前 在这一时期 植物从以前的真绝和种子绝类 向螺子植物的方向演化 松柏类植物也逐渐增多 而在动物界 海洋中的软骨鱼类和万族动物 以及陆地上的昆虫种类大幅增加 四族脊椎动物也开始繁盛 这次大灭绝的主要原因是 西伯利亚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这次喷发释放了大量的岩浆 灰尘和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层 这些温室气体 使全球气温的升高 而气溶胶和火山灰 则在大气中形成了一层遮蔽物 挡住了太阳光 引发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冷 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 大大增加 出现海洋酸化和酸雨的现象 这种急剧的气候变化 让许多生物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除了火山喷发 小行星或彗星的撞击事件 也被认为可能对第三次大灭绝 产生了额外的影响 这些撞击事件 可能引发了更多的火山活动和地震 加剧了地球上的生态灾难 此外 还有其他因素被提出 其中包括融化动土释放的甲烷和食物链的瓦解 融化动土释放的甲烷 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浓度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 而食物链的崩溃 可能致使各种生物 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资源 进而生态系统大规模崩溃 这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 是地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生物灾难 大约有96%的物种不复存在 海洋中 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二氧化碳水平上升 使海洋酸化 而海洋酸化 会使拥有钙质骨骼的生物缺钙 甚至溶解 在陆地上 植物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整个生态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森林几乎完全消失 昆虫大规模死亡 而陆地上的脊椎动物也遭受了重创 超过三分之二的陆地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 都在这次事件中灭绝 第四次大灭绝 发生在大约两亿年前 在三叠纪结束的时候 地球上的生命进程 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从爬行动物时代 过渡到恐龙时代 三叠纪是珊瑚繁荣时期 珊瑚礁在海洋中变得更加普遍 一些古代海洋爬行动物 如鱼龙类和海龟 适应了海洋生活 并在这个时期繁衍生息 鱼类继续多样化 包括鲨鱼和硬骨鱼的演化和繁荣 这个时期 陆地植被经历了 从蕨类植物到种子植物的逐渐过渡 种子植物 或称种子绝植物 开始成为陆地植被的主导成分 特别是在北半球 真叶树 蕨类植物繁荣生长 这些种子植物 具有种子和木质精感 使它们能够适应干燥的季节 和寒冷的气候 二叉角树的植物 在南半球 主导着这一时期的陆地植被 现代两极动物 出现在三叠际 青蛙的祖先 早三叠际就已经出现 然而 直到侏罗纪 整个类群 才变得普遍 爬行动物 在三叠际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主龙类 真正的主龙类 出现在早三叠际 分为两个分支 鸟族类 就是鸟的祖先 和尾鳄类 就是鳄鱼的祖先 鸟族类在生态系统中 只占了一小部分 但最终在晚三叠际 产生了最早的翼龙和恐龙 伪恶类在三叠际中 在生态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真正的哺乳动物 则在三叠际演化 并出现在地球上 第四次大灭绝 最有可能的原因 是与大西洋中部的 水下火山喷发相关 这次火山喷发 释放了大量的水银和火山气体 包括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这些物质进入了大气层 这导致了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 全球变暖 氧气不足 以及臭氧层退化等 一系列气候和环境影响 同时 释放的二氧化硫 还可能引发酸雨的形成 而水银的释放 则对陆地和海洋生物 产生了负面影响 水银会导致植物死亡和细胞突变 在三叠际末期的 大规模灭绝事件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动物则死于水银中毒 或植物死亡导致的食物匮乏 在第四次生物灭绝中 海洋的双壳类动物 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珊瑚几乎被彻底清除 海洋脊椎动物也遭受了打击 牙形刺类在三叠际末期灭绝 鱼类多样性减少 现代鱼类开始占据生态主导地位 在陆地上 除了鳄鱼 翼龙和恐龙之外 其他大部分主要陆地脊椎动物 都不幸地消失了 植物 鳄鱼 恐龙 翼龙和哺乳动物 则幸免于难 这使得恐龙 翼龙和恶性类动物 在接下来的1.35亿年里 成为陆地上的主要统治者 总体而言 大约80%的所有物种 在这一次的灭绝事件中 不幸消失 第五次大灭绝 发生在大约6600万年前 白鳄祭以气候相对温暖 和海平面上升为特征 白鳄祭是恐龙的全盛时期 各种各样的恐龙种类 在陆地上繁衍生息 除了恐龙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古生物 有巨型爬行动物 如鳄鱼和海龟 以及古代鱼类应鲤鱼 陆地上出现了多样化的植物群 包括螺子植物 松树 银杏和棕榈树等 这些植物为恐龙和其他食草动物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 海洋中也充满了各种生物 如现代鱼类的祖先 万族动物 珊瑚和海藻等 白厄纪时期 一些恐龙类群 逐渐演化成了现代鸟类 这些古代鸟类 通常保留了许多爬行动物特征 但也具备了飞翔的能力 白厄纪是地球生物演化 历史上的繁荣期 不仅有恐龙的统治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生物类群 这一时期 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 如恐龙灭绝 这一事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 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 这次撞击释放了惊人的能量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 并将大量尘埃和碎片 抛射到大气层中 这些陨石碎片和尘埃 在大气中形成了一层浓密的云 遮蔽了太阳光 导致了持续数年的全球性寒冷 这个时期被称北克冬天 它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 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依赖光合作用的植物 无法正常生长 致使食物链崩溃 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 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而大气中的气溶胶和灰尘 也对全球气候产生了极大的干扰 此外 这次撞击事件 引发了一系列的地质和气候事件 包括野火 海啸 地震和火山喷发 这些事件 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混乱 导致了更多的生物种类的灭绝 大约76%的物种在这一事件中灭绝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次大灭绝是所有飞鸟类恐龙绝技 终结了恐龙时代 为哺乳动物和其他生物 提供了演化和占领生态系统的机会 五次大灭绝事件 塑造了地球上的生命历史 它们彻底改变了生物群体的构成 为新的生物演化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 这些事件也向我们展示了 生命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 以及在逆境中恢复和适应的坚韧性 今天我们面临着另一次潜在的大灭绝 这次的威胁来自人类活动 包括栖息地破坏 污染 过度开发 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等 这些因素正在快速地削弱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威胁着数以千计的物种的存序 维护生物多样性 不仅有助于保护地球上珍贵的生命形式 还维护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为我们和未来世代提供了生态服务 通过共同的努力 可以确保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得以继续繁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五次生物大灭绝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